喜歡就給個讚,訂閱我的頻道,幫我星星分享一下,追蹤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拜拜! 我剎那間回到一個有料車場,先找我們的車,這麼多理由包圍 回到車,去下一個景點,走商場,有什麼看的? 我們就好像午餐都是自費在那裡吃 我們由兼艙上去高速,經橫濱,直出去東京 前面這裏都是一條很有名的,不知道是什麼橋,巴別橋 這條橋都是相當漂亮的 看回到橫濱市的景色,多漂亮 車油,可以看到更多東西 那我剎那間就回到東京 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叫足地市場? 現在足地市場已經搬到楓州這邊 現在很多海產日本過來都是楓州直送的,楓州直送就是這裡 魚市場就在旁邊 那一出來,這個就叫做新楓州站 那來到楓州第一站在哪裡呢? 不是在魚市場,就來到拉拉波這個商場 那進來,這個也是一個很新的商場 基本上,購物,吃,學,玩樂,體系 那邊走到外面的公園都可以 那道遊都是很細心的,還給我們一份攻略 那在日本,我們很多時候的秘級都叫做攻略 那賺食攻略就看看這裡 有些什麼合心水 那你呢? 那這裡呢,其實都是有很多魚生吃的 那這裡是一個楓州場外吃魚市場 那啦啦啦! 那道遊介紹,他說親自當 那我們過來這邊當然是試下人家的拉麵 那進來這邊就是一個類似美食廣場 還有烏冬食,拉麵 這邊還有薄餅 魚生在哪裏呢? 我以為是竹地,有肉脂燒 我什麼時候都說,在美食廣場找食最棒的,集中 大家有什麼好心的呢?魚生,拉麵 我試一下這間的拉麵,好像不錯,即打有些拉麵 買完拉麵之後,我再找一件東西吃 過來,看到魚生飯相當吸引 我看別人的魚生飯也不錯,決定做了魚生飯 買了之後,有張票,還有鬧鐘,提你過來拿 在等著姿勢,我看別人買的魚生飯也不錯 還有鐵火卷,這個也不錯 這個鐵火卷,990日元 至於我的魚生飯,多少錢呢? 大約八十多元港幣 至於外星人,吃拉麵和餃子 我喜歡吃餃子,師傅都在製作 響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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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拿東西吧 殺那間小弟的魚生飯,情然冷善 拿完飯便可以脫掉口罩 至於八十多元港幣,的確是喜出望外 風舟直送,即是風舟直送 相比起我前天的魚生船 大家不記得可以回帶看看,支持一下 真的不知道多少倍,這些就不是放題級數 簡直是專業魚生級數 至於另外一碗拉麵,也不錯 剛才看到師傅撈麵的時候,已經相當想吃 反而餃子真是一般般,像我一樣的樣子 輕鬆鬆慢慢吃,有什麼評價呢? 價錢也反映了 首先說一下魚生飯,八零兩元,即是吃到爆炸 至於質素,我都說要跟金額掛勾 相當之超值不錯 至於拉麵 整體都做得不錯,叉燒也好吃 唯獨是那個湯,因為太鹹了 真的鹹到沒有朋友 鹹到你用煎麵的醬汁來講 它還要鹹 所以吃了兩口,拿一些清湯混合 我就不客氣了,先吃東西 勉強吃到半碗 勉強吃到半碗 你說,是否對我們的口味 來到日本,很多東西都遷就日本人的口味 日本人都是大鹹大甜 我都說過,日本人吃一些尿端燒 證明燒雲雪魚,像是糖水 為什麼有時候海產會做到這麼甜呢? 大家有沒有吃過帶子糖? 現在又叫什麼基燒鹽背 以前是叫帶子糖 為什麼叫糖?甜 99.999%都是日本人 另外那0.11111就是我 其他香港人在那邊 不是旁邊東州 在那邊,還有很多專門吃魚生的地方 以百多元一個魚生飯來講 就不需要說太多了 因為旁邊的魚生店,壽司專門店 你叫一份大拖羅,也是差不多的價錢 但是,你吃大拖羅不是代表你最懂得吃的 最懂得吃的是什麼? 吃中拖 中拖有大拖羅的油份 又有拖羅的魚味比較重 大拖羅太肥了,太油膩了 吃第一塊不滑,第二塊開始有些油膩了 你一定還要配上飯吃 壽司飯一起吃 你不要吃魚生的 走路來講,這個 哈密公斤,事實上不是太多 這些就是職人跟你說 有很多魚鼠牆,也有很多魚鼠牆 嘩,最漂亮的是馬那些 更加厲害的是什麼? 學煮的菜,你會明白到 馬上吃什麼是最好吃的 然後再吹個拉麵 這間拉麵標榜是堅魚 堅魚味相當之軟浮 均勃味,醬油味 但是,你幾隻味一過鹹的 那整件事就不同了 有時候為什麼會過鹹呢? 因為這個滾的湯會用湯鎮 會鎮著或者煮著 有時候你滾著滾著,你不知不覺 你便融縮了,融縮了便過鹹 日本的食物餐廳,你吃完那份餐具是要自己收 那收到哪裏呢? 你去哪裏買,就放到哪裏 你不要亂放 不吹太多,出外面的超市逛逛逛 雖然你亂放,擺錯 都沒什麼所謂,不過只是無奈 然後走出來門口這間 吃完拉麵,我覺得這間的烏冬真是值得一試 吃飽飽就出回來商場外走走 這個商場就相當大的 中間有一座,樓上全部都是百貨公司 旁邊有一座就是超市 現在這邊看過去,原來在豐州一大 全部都是高爐大廈的住宅 大家也看到,都有地鐵會經過這裏 我自己對行百貨公司的興趣不大 又看一些超市 我什麼時候都說,買手信,最好去哪裏? 去超市 一進來就很開心 清酒就臨浪滿目 這些清酒就不吹太多了 如果大家對清酒有興趣 就找小老闆和大家吹一下吧 看看魚生飯吧 在超市裏買一個都是六百多日圓 還有一些壽司 也不錯 有些中拖羅的級數都是七百五十日圓 這些真的不錯,8百五十日圓 反而我覺得這裏是一千五百三十日圓 就不是太划算 跟剛才的魚生飯差不多價錢 再看看有什麼賣 香港人最熱蔥,除了魚生,另外一件是和牛 這個和牛 哇,真是2789日圓 多大塊 也有四百多克,也算是划算 然後還有牛舌 大家對牛舌有沒有興趣呢 嘟,正 既然大家對牛肉還是有興趣 那就繼續牛肉吧 一般的沙布沙布,或者是鐵板燒牛肉 這間全部標榜都是六二島的黑鵝牛 來到豐州當然要看看海鮮 鹽手圓三條,秋刀魚嗎? 哇,七百八十日圓 這邊呢 那也是有些鱸魚 那些赤蝦五百八十日圓也不太貴 至於大家最慢眾期待當然是芥末 一些好的芥末不會太過新辣 比芥末更加吸引 它的最佳伴侶是魚生 哇,這些魚生真是淋浪滿目 真是開心大發現 我還以為那些安康魚魚肝 但這些就類似魚肝醬 旁邊這邊也是一系列 全部都是魚生,魚生,再魚生 基本上大家看起來 都是跟香港差不多 對,沒錯 這些也是一些職人跟你說 如果我們一般在日本下訂單 訂這些魚生 今天中午十二點前下訂單 基本上第二天六點前 你的店舖一定會收到 職人跟你說 當然是打電話過來 封州直送 不得不提的 剛才的魚生飯最好吃的就是這隻 一千二百八十日圓 真是很開心,淋浪滿目 所以有時候買手信就沒得說 如果你想買日本直送的 在超市買 你看看 汽水就知道了 如果你在景點買 最少都要150日圓 這裡買一瓶700mils也是138日圓 買一些大的也是很便宜 人氣、人氣 如果買一瓶大的幾千 都是108日圓 連稅都是116日圓 看到價錢真的開心到大爆炸 這個超市都是本土居民 日常買菜 真的超棒 價錢是超級便宜 比我們第一晚在機場那間超市 那至於我們買了什麼呢 我們純粹都是買東西給自己吃 那邊看了歌木紀錠 那邊走到這邊就這邊 那邊看了 嗯 那看看它能聽到哪裏就明白了 那大家一想到新宿 就會想到什麼呢 歌木紀錠 但是現在新地區又變成了0101 那新宿 那新宿這樣 香港那邊的地方和新宿差不多 其實就類似尖沙咀一帶 那樣 那現在大家都看到 還有一些藥房 那前面這裡又送料又沒有料 一看都有 tới便宜 真的很高興 那enez好啦 那那轉過來這邊 又是新宿最旺的歌木紀錠一番街 大家想不能進去逛 車油最棒 大家想不想入江武記營 找家騰星 直樹母子 我們這輛車在這裏 放這麼大輛車 在新宿下車的確有點難度 下車的地方是年中無休 近不近的地方 現在走過來 傳說中的Hello Kitty 我就立刻變身 因為入夜 東京凍了多久 明天更冷 新宿 不是大街多東西 其實是橫街宅 多東西 第一個景點當然是藥房 除了買藥之外 吃喝玩樂 買手信 行百貨公司 衣洗單 一樣有錢 薩拿 尖約來到新宿站 傳聞中最神秘的江武記營一番街 來到這裏 傳說中的直樹母子 小澤元 加騰星的混合版VCD 還要批評 看看能不能找到 當然這個當然是開玩笑 來到江武記營 其實裏面 都是吃得這麼軟的 但在新宿來說 是否最多人不看這條街 其實已經沒找到 旁邊的兩三條街 不過還是和大家一起去走走 那進來光寶記釘最想看什麼呢? 我估計是這些吧 但是你一看這兩個表演 我就第一想到就是巴提亞 神秘表演 為什麼說光寶記釘是一個食屍能力呢? 你看 放題980英 任食 基本上身後面前面 到處都是放題 哇 你說多開心 光寶記釘一轉回來 對面這個招牌 因為多吸引 走到這裡 傳說最元祖味的一籃就是在這邊 後面那一邊 還有一間100日圓的壽司 我剛剛吃飽了很久 還有一間旅行團還有食物 這樣就看了就當吃了 話口味完 不是拍美女 後面100日圓壽司 那就是說一罐就100日圓 這樣100日圓就起了 那有些拖羅一罐就500日圓 那新宿除了上高階道繁榮 其實它的地下街都是四通八達 那一定沒有地面那麼多人 但是這裡走就沒那麼冷 那我們來新宿的目標都是 Hallokitty 一進來就給旁邊這間 雪糕蛋糕店吸兩次 到底買一球 多少錢呢? 沒有寫的 600-800日圓 那我做一個雪糕蛋糕 3800日圓 也不錯 進來就要朝聖一下 所有貨品都淋浪滿目 Hallokitty就好注意 好,這些牌子都是1000日圓 差不多 不對,550日圓 605日圓 那牌子不適合還有什麼呢? 嘩 公仔 鎖匙扣 這些小小的 很漂亮 進來 Hallokitty 一常生活所需 也有 那離開生活呢? 去旅行 旅行行箱也有 最精彩就是有些銀包 大滿足的心情 就離開Hallokitty 我的滋愛 現在又回到領隊去吃東西 走著走著又當失路 不過來到哪裡呢? 嘩,這個畫面真的很吸引 看到我的偶像 澤田賢義 不知道現在日本戲院看場是多少錢呢? 銀河英雄傳說都有 嘩,厲害 另一個偶像 從龍子 最新新片預告 Paul Weizen 覺醒 香港就譯做叫做黑亞當 我覺得 他的日本名字就好聽很多 戲費1500日圓 但就不是很多人看 我當然不會看電影 因為是盪失路 現在開了GPS 回到伊勢丹另一邊 真的很高興 由盪失路 進到伊勢丹百貨的美食街 日資百貨公司 我們香港人都已熟臨場 伊勢丹現在香港就沒有了 80年代 銅鑼灣大院 巡邦丹 的確是 歷史的記憶 回到來 走走走 食股價錢是多少錢呢? 當然 在日本最昂貴租金的地方 百貨公司一定會比較貴 到底這麼貴 這裡是伊勢丹百貨的七樓 我們不是在這裡吃的 我們吃的那間就更加正 伊勢丹百貨對面 LV 隔離那間 大家當然要我吹水 位於新宿三丁木旁 這間LV 隔離商場 上高這間餐廳 就是我們今晚晚餐的目的地 那你說 開不開心? 那我就很開心 其實今天就安排 其實兩餐都自費 是最好的 讓我們在外面吃 我拍照而已 但是我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間 你說好笑不要笑 但是金旅行團 其中之一個可愛的地方 就是這樣 開股開股 位於五樓 不是這間 是這間 一進來 整體座位都是不錯 居酒屋 由於時間的關係 其實已經準備好了 麵包前菜 有一個鍋 滾滾滾滾 鍋裡有一些餃子 有些前菜 最愛的 豬豆 不夠飽 又有白飯 這個鍋 出奇地好吃 有些豬肉 有些餃子 有些木魚絲的沙律 沙律 黏豆 至於這個鍋的多少錢 就看不到有多少錢 這間跟香港和民那些差不多 散叫也不太貴 不錯 還有薯條 有些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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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客氣 走了一輪 又下雨 又在衣服 又在衣服 看了一些食物 這趟 你說我吃得多開心 吃完這裏 就回酒店 去到酒店 先讓大家聊聊 不好意思 還沒回酒店 這裏 還要加 還有兩件雞扒 比兩件雞扒更加開心 嘩 薯條 早步 我先吃這個 開心的事 一浪至一浪 可能導遊說 只有一個鍋 不夠便可以吃白飯 還有這麼多東西 回酒店途中 途經彩虹橋夜晚的景象 真是 真是 真漂亮 至於遠處大廈 頂樓紅色的燈 因為近機場 燈也是一個景視的作用 高度 但看上去就很特別 很漂亮 經過了彩虹橋 約二十分鐘車程 回到今晚的酒店 朝堅王子酒店 一進來這間酒店 整體的格調又不同了 真的挺有藝術色彩 很濃烈的工業風 一進來氣氛很好 又暗的 有聖誕樹 和外面的花園 很多這些迷你燈子 剛才的車 進來豐州這一帶 新發展區 整體的路邊 那些樹 全部都安裝了 這些迷你燈子 很漂亮 鎖匙導遊 一早就用酒店安排好了 很漂亮 房間安排在四樓 一出電梯 一進到房間 插了一張卡線 瞬間看看圖生路線圖 這間酒店很大 繞了兩個彎 就來到我們的房間 房間的左手邊就是 座廁的位置 都是一個超級名牌 但控制就好像軟了一點 在廁所出來就是 洗手盆的位置 梳洗用品 暫時看到兩支牙刷 洗手盆對著 嘩 乾濕分離 有一個花灑 最重要 有一個 日本酒店的浴缸很棒 真的很深 你浸浴就一流 接著出來 充滿工業風的燈彈 其實是床頭燈 又安排了 兩張個的大床房 你說開心不開心 都是叫做三邊落床 簡約時尚的設計 符合這間酒店的風格 床對著 都是一部60吋的大電視 電視機櫃的隔離 另外一個櫃 我相信就是水吧的位置 如果賭馬那麼準就好 水吧底下就冰箱 沒有東西的 那些咖啡茶在哪裏呢 原來是這邊 眼來的網友都看到了 咖啡有capsule的咖啡機在哪裏 隱藏在裏面 好像鐵甲脈能盒一樣 放了一個泳池底 水吧櫃對著 就是一張大的貴妃椅 今晚吵架也不用怕 我有本錢 睡在這裏 貴妃椅對著又很棒 為什麼呢 JR線 橙色線 在這裏 底下就是外面加 遠處都看到一間便利店 看完大家覺得這間酒店如何 如何呢 我自己就是相當之滿意和開心 雖然我對工業風是一般的 但是整間酒店都是寬敞乾淨 企理和很有自己的特色 這樣打破了日本酒店 特別是東京那些 一進房間就上床 連行李箱都沒有位 打破了這些定律 最重要就是這間酒店 住兩晚 酒店的設施 慢慢去了解 現在我所知這間酒店也是開了兩年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跟早兩天那兩間酒店是一樣 它不是說有溫泉 有一個大浴場在底下 至於是不是山口祖那些 我相信不都是工業風那些 什麼風 看看我今晚下不下去 如果下就明天有報告 不下也不要緊 後日就一定有 今天的影片都是頗為長盡 我相信看到這裏都是一些熱愛旅遊的網友 我星星都是一樣 都是很喜歡旅遊 所以沿途把所有郵寄都記錄下 自己又看看又分享一下 喜歡旅遊的網友就給我LIKE 叫做星星 跟著長盡遊的網友就決定了 職人吹水的頻道 喜歡明天日本自由行有什麼事 麻煩你跟著我頻道會員 繼續吹水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感謝大家支持 你們每一個支持都是給我 聲稱一個無比的動力 下條影片 自由行日本自由行見 拜拜 視頻 夜市場 下條影片 下條影片 糟糕 腳 破裂 下條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